台风小局也导致国内有多个航班取消或延误 其中就有一团是原定今天要从高雄小港机场出发 飞往越南县港的旅游团 班机两天前就把起飞的地点改到台中机场 一行131人来自南高平三线市 凌晨两点多赶快赶往台中要搭飞机 不少人拉车北上是一夜没睡 但幸好台中的天后能够顺利起飞 游客心情不受影响 全部从高雄那边过来的吗 对 清晨五点多台中青春港机场来的 只一批超过百人的出国团 不少人还没出发就一声疲累累 赶快抓个小空档趴在行李箱上 不眠一下 很累耶 都不用睡觉 对呀 这整晚都没有睡 在游览车上也睡不好 五个团一共131人准备飞往越南县港五天四夜 分座四辆游览车浩浩荡荡折腾快三小时 从高雄来到台中机场 里头游客有得住高雄台南最远的住屏东 凌晨两点集合 前一天11点多就要出发 这时候南台湾一惊弄照在杜苏瑞台风的暴风圈内 每个人提着大包小包行李真的备受考验 杜苏瑞台风轿局造成国内航班大乱 其中这一团基于飞行安全考量 两天前将高雄小港机场出发 改到台中机场起飞 计划赶不上变化又多了长途的舟车劳顿 对民众来说是一次很特别的体验 台中就没风没风 派一个车来再来到这儿圆满了 疫情解封后好不容易可以出国打完特玩 但碰上台风行程取消或更改 起飞点在所难免 还好旅行社安排妥当 游客兴奋心情全写在脸上 顺利出国玩一波多台风 这将说是台中 藏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